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5月8日礼拜三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较早前在商台节目光明顶指出 希望香港不要每次都做马前驻 每次都帮阿爷做打手,做恶狗 这个完全不是香港应有的角色 这位俊又形容行政长官李家超的从政经验 不够他做警察经验多 第二单消息 学者袁尼昌昨日在明报赞写文章指出 特区政府在振兴旅游业处于约石乱头的状态 觉得旅客喜欢什么就给什么 给人一种无底线的印象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红 不点名反击 说这些观点都是谋论 强调 今次的五一黄金周 内地旅客就为香港带来了超过20亿元的消费 还强调过门都是客 好在说之前 首先欢迎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借伟俊议员上商台节目是怎样妙语如珠 謝偉俊說了很多評論 首先說香港立法會已經從過往的英國西敏子形式 轉向了人大式議會 還形容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主持會議都輕鬆了很多 以前謝偉俊聽說 梁君彥每逢星期二晚都會有些忐忑不安 不知道星期三大會會有什麼事發生 現在梁君彥可以大教訓 甚至可以安心去馬會 因為梁君彥有養馬 這個是不是進步呢?我就不知道 其實謝偉俊說話也很小心 雖然他現在叫做在立法會中最感言的一位 89個立法會議員有一個沒有剃補 入了什麼特首政策組 不用看保,省錢 89個立法會是相對感言的 因為現在都沒有反對派 其他那些 叫得出名的可能是三幾個 田北辰 江玉寬 那些叫做比較多講不同意見 再說些名字 基本上都明不見經傳 說出來你都不知道是什麼人 有些是私惠素餐 抄功課的也有 謝偉俊從以往作為西環契仔 現在就好像很多意見 問題就是 大家會有一本帳就算了 香港現在搞到今時今日的樣子 謝偉俊在這個轉折裏面擔當著什麼角色 你有沒有力玩狂難 現在已經在米爾城吹的時候 你肯出來說話 我都覺得好過不說 這個很坦白 有些人就說 都已經是歪了 你才說 我覺得有些聲音好過完全沒有 但是 就不代表你在這個轉折的過程中 沒有責任 如果在當時 謝偉俊都好像現在 那麼踴躍的發言 這樣就沒得談了 至於他提到 立法會從西敏紫色轉向人大色的議會 這個聽起來就好像一個很嚴厲的批評 實際上他沒有牽涉到一個valued judgment 在裡面 沒有一個價值判斷 他沒有說人大色的議會不好 當然 如果大家對於人大色議會這個概念 本身的印象不好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在批判現在的立法會的運作 如果有些藍絲 覺得人大色的議會正 救迅速通過的議案 沒有人反對 那可能 他可以說自己在包掌 也可以幫自己鬥 所以他當然 作為一個律師 說話的技巧有分不上的 他語帶就好像批評 諷刺 實際上就沒有 他可以幫自己鬥 然後他認為新一批立法會議員沒有從政的經驗 為什麼這幫人又可以做到議員呢 可能就是阿爺 欣賞他們 一手栽培他 所以大家看到謝偉俊的顯示用字 就用阿爺來形容北京 形容中央人民政府 因為他是一個愛國者 入了閘的 因為他是一個愛國者 入了閘的 你阿爺 不是我阿爺大哥 你阿爺是不是姓謝呢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謝偉俊形容 現在的議會變成了一致讚好 一致贊成 蓋炭在香港太多這些一致性的聲音 議員都不夠膽再提出挑戰 沒有人敢問規程問題 沒有人敢質疑 沒有人敢挑戰主席 即是他在批評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大家留意到 他說話才是很有技巧的 他只是在批評那些同僚 他不是在批評中共 至於說 怎樣上邊欣賞這群人 沒有經驗可以一手栽培 他就是 將諷刺隱藏在言語之間 即是說 這群人比較容易操弄 言下之意就是這樣 想令你聯想就是這樣 但是他的口沒有說出來 接著他又開始評論 李家超 他說李家超身在高位 對於一些批評 就沒有以往那麼容易接受 即是以往李家超做保安局長的時候 就可能多些接受批評 按照謝偉俊的說法 謝偉俊就說 李家超從政經驗 就不夠他做警察的經驗多 這個也是事實 李家超當差的時間絕對是長過他從政的時間 他從政的時間就是可以從這個 做問責官員開始計算 那時候他就正式 離開了這個警務處 他為什麼要說這句話呢 謝偉俊 他就說他心裏面笑 警察 警察 你當然是不可以侄 侄 侄 警察 警察當然是會生氣 但是我們從政的 永遠都是要兜口兜面 罵你也好 都是要感謝那個人的意見 這些我們都習慣了 謝偉俊就說他自己不介意 是被特首批評的 他罵我什麼都無所謂 公眾或傳媒就去評論 誰對誰錯 謝偉俊的情傷都挺高 第一 謝偉俊就諷刺 李家超 以前你當差的經驗就夠多了 你在警務處裏面 做管理層的時候 當然很有威嚴 下屬又不敢駁嘴 只是在你背後起個花名 他就業問了 哈哈哈哈 就說李家超每頁都會問 因為他的英語水平有限 以前有些報道這樣說 謝偉俊就說 從政的人 就算有些市民兜口兜面罵你 你也要笑著說多謝 這個說法 令我聯想起 當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下居去推銷 什麼起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曾蔭權時代推的政改方案 一起叫起鬧起鬧 每個人都不是喊得很齊心 不是很整齊 當時有個市民罵曾俊華 他很大聲問他 這個那樣 曾俊華也很和顏月色的回答 曾俊華就說多謝你 曾俊華就說多謝你這麼大聲 我以往看的時候 都覺得 嘩 你這樣什麼 市民 但是 現在我事後 這麼多年以後再看 就覺得 曾俊華當時的反應 有比較 就是有了一個層次 你對比其他的 比如陳茂波 那些財政司 曾俊華算是不得了 最起碼他和市民 都沒有即場黑臉 鬧翻 算是這樣的 所以就鬥口鬥面鬧的政客 都不可以反過來 這只是政客的基本ABC 第二 他就說 李家超罵他就沒有所謂 公眾傳媒會自行評論 他就說到尾 是非自有公論 所以他又是高張的 謝偉俊 後來又稱讚紀律部隊管治 是很厲害 很有效率 但是香港人始終不習慣 亦不是很想見 特別是中產人士和專業人士 於是大規模的移民 謝偉俊建議特首可以參考一下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政治技巧 看看如何連結新加坡人 我們不能期望特首 做到新加坡李顯龍政治上的歷練 但都可以參考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又 繞一個大彎來 去趕回李家超 我猜 這個謝偉俊 可能混在今屆也不混 他應該都收到封了 沒得再做下去了 現在是 臨美的時候 說多些這些東西 怕自己在歷史留名 他說到新加坡 當然不單是李顯龍 李光耀開始 連結新加坡人 創造了一個 新加坡人的 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不是中國人 不是Indian 不是Malays 不是 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是屬於新加坡人的新加坡 大家去看看 別人做國慶的宣傳 別人對於國家的歸屬感 是很強的 別人不是強調民族 當然別人做得很好 真是連結到不同 民族 不同語言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但是現在謝偉俊 叫李家超去參考一下 李顯龍參考一下新加坡 你又說他力量不夠了 你只是強人所難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用點參考 他認不認識 你有沒有提點一下他 關於中美關係又如何呢 謝偉俊說香港 不要每次都幫阿爺做打手 做惡狗的 這個完全不是香港應有的角色 他又開探了 上邊的外交語言都沒有香港那麼強硬 如果說一些很重語氣的說話 當然會令到香港 沒有了國際城市 或者一國兩制下的溫和和中立的角色 香港應該怎樣自處呢 謝偉俊說 香港一向都是崇優崇專業 有自己的個性 有自己的想法 不可以過分地做Yes man Yes sir 香港人說話過了位 不等於他們要反叛 要推翻國家 只不過這一種特性 是香港成功的地方 謝偉俊提醒 如果將這樣批判的人都當作敵人 只會令到中產覺得要出去找新天地 不停有中產移民 過去幾年沒有停過 很多人找夠就走 所以 我留意到在討論區和Threx 現在我周時想去Instagram新的平台 Metta 叫做Threx 那裏看 那些人 多數是年輕人的 那些人 周時也有些朋友離開 覺得心裏 很複雜的心情 我都會理解的 譬如說上課也好 或者上班也好 或者以往適落的朋友也好 那一陣子已經找不到 原來已經走了 這個情況 是長時間的持續 雖然你看到 在數字上可能有所減緩 這個必然會比起2020年 2021年 那個時候 會減少了 代表是停了那裏死 是不斷的流失 是陰桿的 謝偉俊說到 不要每次都做打手 這件事我們在節目中 都說過一百九十多次 香港的定位就是要做經濟城市 要搞好對外的關係 上邊喜歡派戰狼派王毅咬人 你就有得咬 關你什麼事 最重要就是 有一個良好的對外關係 搞好經貿 現在連轉口業都說 沒那麼多 你每天去反美 就有飯開了嗎 每天去反美 就只有你那班政棍有飯開 700萬市民 全體福祉 整體利益 應該要凌駕你個人的利益 才是 每天反美有飯開 就只有你有飯開 有鬼用嗎 一般市民怎麼辦 至於謝偉俊說 如果只是把那些批判的 當作是敵人就不行了 現在連你 都開始被那些藍絲KOL 在這裡招呼 有些是隔你 李家超也說 你讓他聯想起什麼黑暴語言 等等 實際 這些說話 不要把那些批判的人當作是敵人 2019年20年的時候就已經要好說了 你現在才說 恐怕也是太遲 但是都肯說 好過不說 所以 謝偉俊 現在 我覺得他就豁出去了 跟著下去 我們再看謝偉俊有個建議 這個要看 我又贊成 他說這件事 他說什麼呢 他在立法會那裡提到 政府 顧防都年年才赤了 開完政策就杯水車身 他就問政府 在文擇制下 那些政治助理的職位 有沒有人才過剩的情況呢 會不會有縮減的空間呢 原來 政治助理的薪酬 上限是局長的35% 月薪分為四級 由 七萬兩千五百元 九萬零六百元 十萬零八百元 以及 十二萬六千九百元 律政司司長的政治助理 十二萬六千九 財政司和政務司的 政治助理 就是九萬零六百 即是請了一大堆 這些人回來的 我對於謝偉俊的建議 就舉腳贊成了 你說副司長 副局長 就已經是駕床碟 我又請了一群人回來 你有幾多個局 就有幾多個副局長 你又說再請政治助理回來 他做甚麼呢 以前陳克勤那些 做過政治助理的 那時報紙說他在辦公室裏 因為負責影印 這些政治助理 其實是做甚麼的 花那麼多錢 是不是又要向市民解說一下 為甚麼會出糧出到七萬二千五百元 至十二萬六千九百元 不等 他那些甚麼那麼重要 十二萬六千九 即是說更高人工 過你那些立法會議員 這些職位是更高的 那他做甚麼的 有甚麼職責 謝偉俊就說 太多人 要不要減緊一點 政府的回應就說 政治委任制度 就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 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政治助理的職位數目 是恰當的 即是不減的 不減人就減薪 請那麼多人回來做甚麼 你以為去酒樓開位 搭桌多人多傷快 這些根本上很多人 請了回來 不知道做甚麼 是不是湧原來的 你要向市民交代 那些政治助理 幫助了香港的管治甚麼呢 如果不用那麼多人 炒緊一點 或者自然流失 不要替補 沒有所謂的 好像現在的公務員 有些人說 他自然流失了之後 不用請回你的政府 都正常運作 因為你少了業務嘛 那麼多外資走了 還請那麼多人做甚麼 沒有那麼多事做 寫字好沒有就租不出了 你搞那麼多政治助理 這個阿波好東西 阿白偉俊 謝偉俊 說一下袁尼昌 袁尼昌昨天在《明報》寫了一篇文章 他講關於吸引旅客的議題 他說觀察到 以往的消費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其他旅客多數都是打卡 閒礦、閒礦、閒礎明顯是不會消費的 他強調這種模式 不僅不消費 簡直連坐下來喝杯咖啡也節省了 所以銅鑼灣區內大部分的餐廳 都沒有受益於黃金洲 如果沒有崇光感謝祭的話 就連稍有消費力的旅客 簡直不下去老同 他說政府的措施是枉費心力 事倍功本 袁尼昌就說 政府處於臨渴掘井 弱石亂頭的狀態 採用陷微式的吸客來救望 這種做法就覺得 女客喜歡什麼就給他什麼 但是這樣做的話 只會給人一種沒有底線 是很low的印象 同時也是一種內捲化的現象 我認為袁尼昌指出這個觀點 沒錯 我們一直以來在節目中都是這樣說的 過往2021年的時候 陳肇始 部署 那時候全世界都已經爆到七彩了 你還在什麼大影波 2022年 我們3年前 2021年已經在這個節目中說了 立此全照 可以找出來的 提醒你特區政府搞旅遊業 不要再食住自由行那條水 要盡量向外吸客 現在你最終就知道了 向自由行吸客 吸了什麼人回來的 低端旅客 那些人都不用錢的 你吸他們下來幹什麼呢 而且沿尼昌說這件事就對的 你沒有底線是很low的 結果 他知道你軟弱的時候 就按住你來去砌 那你拿他沒辦法的 你不知道是不是只欺負香港人 香港人在網上說什麼 那些人就小心一點 但那些大陸人就可以在小紅書那裡 刺你也可以 下來看那些煙火 雖然你放得壞了 我也同意的 你放得那麼欲酸 那一回事 那些女客說你欠了他 說你欺騙他 那你不反駁 我也不明白 欺騙了你什麼呢 欺騙了你什麼呢 煙火不是有煙有火 很大煙 沒有說錯的 你說他欺騙你 欺騙了你什麼 你都沒有下來消費 欺騙你幾十元車錢 那些官員 你以為不要只針對香港人在網上說什麼 那些小紅書那些怎麼辦 完全是沒有底線批評你的 是 看無原夫的 說你欺騙他 說你欺騙他 那你還不批評他 我也不明白 這是不是因為 那些女客覺得 既然他怎樣罵你的時候 你就會退一退 那當然是狂罵了 一會又不知要送兩塊水給他 一會又派什麼 又派威勸給他 他知道如果他不斷在小紅書上打你的話 他就可以拿到更多東西 每個人都打 加上可以拆掉流量 一踩港就有很多人看了 在大陸 你死不死 你做到這樣 袁尼昌說 現在的網紅店會成為受歡迎的景點 變成由內地的互聯網主導 如果政府經常追逐這些網紅店和景點 誤以為是代表深度遊的話 就相當虛無飄渺 現在很多都是低消費的女客 市面上越來越多 由低成本低增值的商店主導 劣幣驅逐良幣下 將原本成本較高和高增值的商店排擠了 更深遠的問題就是香港逐漸失去過盛 他講得好 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人去某個地方打卡 因為有人在小紅書做宣傳 變成由他主導 他喜歡選哪間網紅店 背後有沒有有型之手操控演算法 已經是後話 反正由他主導 你追逐他的主導 你本身有什麼特色 大坑舞火龍 長洲搶包山 舉例 你本身有特色 或者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 街碑 舉例 這些就是香港的特色 你不要經常看別人的小紅書 微博 很多人去看 你就當正那些是深度油 深度油不等於是窮油 亦不等於是零消費 不等於是運吉 告訴你 至於楊潤雄局長反駁的時候 就說 這些文章都是貿論 每150萬的旅客 能夠提升得到 香港GDP 0.1% 今次五一黃金周 更加帶來了超過20億元的消費 我真的想再問多一次 楊局長 我不此下問 我就是孤陋寡民 財所學錢 你這個20億元的消費 從何而來 你怎樣計算出來呢 黃金周內地旅客來香港 就說76萬人 20億元的消費 除非每個人花2630元那麼多 現在很多媒體賣出來 那些人走下來混吉 花一百幾十當自己是大爺 如果有一個旅客花100元的話 另一個旅客就要花5100元 5300元 那他才可以拉雲 條數你2630 條數是這樣算的 那你有些花50元 另一個客人還要花多些錢 有沒有花那麼多啊 2630元 如果你說這個數字是澳門的 我就相信了 澳門當然是啦 打開門口做生意的賭場 走去賭百家樂 給你中兩口裝6點的 抽你大水 接著就輸回幾口 百輸九 那條數圍在這 2600多 每人 我就相信了 如果你說澳門公佈這個數字 香港公佈這個數字 笑死人啦 是不是呀 2630元 每人平均是 我不知道那20億 他們經常標榜一些官員 真的出來向市民解說一下 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等到市民得心服口服 不要經常得過問字 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